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三号应约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 参议员戴恩斯及参议员破度一行 刘鹤表示 中美关系关乎世界的稳定与繁荣 中方坚决反对贸易战 这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整个世界 希望双方加深相互理解求同存异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妥善解决问题 戴恩斯破度表示 美中关系十分重要 不愿看到双方经贸冲突 愿为增进彼此了解促进双边关系发展 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